市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關於我們大理橋 內心橋跟立元一橋的科技執法 市長 我身為十九家的議員 他這幾個橋都是針對我們十九家 你知道我們的立民 船民來跟我們講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十九家出議員 第一個出議員很厲害 出一個說可以來發錢 這個我聽到 我當然因為我要問一下局長 這個有跟地方共識嗎 這個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有沒有跟地方共識的部分 要跟分局再做一下確認 OK 好 我跟你說 但是我要把議員報就是這樣 警察不是要來跟大家開派 對啦 北市在哪裡 你如果沒有違規科技執法不可以幫你出席 好 來 我跟你說 這個想主要跟你說 開法的地方 尤其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七十四號 地方人家錄下來的這個 這個你還有科技執法在那裡也是請好 跟我們向上錄這個 這個 公路三號來的意思是一樣的 還是一樣沒有辦法解決 你們要知道 我當然如果可以改善 我當然是支持啊 但是我是要先跟你說 地方是沒有共識 他沒有一個座談會之外 北市都不知道 但是我還有這個民意代表 今天最主要是要說一遍而已 因為你們沒差 我們是四年選一遍 我們不知道 當時我們去叫來這裡開派 這裡設置的 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如果是因為這樣可以改善 當然這樣是好事啊 我給予人報告 好 沒關係 這個我們在這裡再說 來 我們看我們的圖片好不好 幫我放一下 關於這一張 這裡有這個當頭是六到三天 我們的環中東路五段加 縣市本來是四十到五十 現在 我們的這個環太 我們的這個原題 那個賈堤路 很平的 跟我們四十 同一條路 隔壁條而已 可是路況就不一樣 但是你知道 有一個老師 開車 一個月收到十一張的紅單 他的時數沒有很快 五十一公里 六張 五十三公里 兩張 這樣在你街上 他覺得說我不是願意違規 但是不小心就處罰 但是咧 他都是躲在旁邊拍照 我沒有辦法設定一個 固定機子讓他在那裡 讓他知道我們這段路在陷上 他主動就會慢了嘛 但是我還是建議 鐵壁比較厲害的絕對超過 絕對超過四十公里 我還是希望說這個可不可以 依然調整五十公里 因為五十公里那個速度其實沒有很快 但是不要讓民眾 撫搖 國長你有什麼想法 謝謝藝衆議員 謝謝張和樹議員 接著請請 請請